以色列东耶路撒冷的清真运区 在10号的时候再度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 造成了数百人受伤 以色列如果执意驱逐 住在此地的巴勒斯坦人的话 可能会造成更强烈的反弹 警车声爆炸声石块撞击声不绝于耳 连续多日的耶路撒冷爱格萨清真寺 10号又再度爆发冲突 穆斯林信徒在摘接月的最后一周 似乎想死守爱格萨清真寺 不管以色列警方发射多少塑胶子弹 和电极枪攻击 信徒都不肯离开 不仅清真寺内被轰得乱七八糟 双方甚至在大马路上互相攻击 时间巴勒斯坦人拿着石块木棍 攻击以色列车 以色列车主随即直接冲撞 攻击他的民众 双方阵营都有人投破血流 以色列警方最近威胁要驱逐四户 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家庭 导致双方冲突越演越烈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 已经呼吁以色列得立即取消 所有的驱逐行动 但以色列法院先前曾裁定 支持犹太囤肯区的居民 接管巴勒斯坦人在此的部分房屋 因此以色列似乎打算 不管国际舆论的压力 也要一意孤行 就算塑胶子弹如雨下 电极枪的闪光没停过 巴勒斯坦信徒不仅没走 还越聚越多 而尾巴双方的冲突 也依旧无解 记者外珠总部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